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是2018年10月3日 我再给您分享一个IT的新闻 什么新闻 看我这个画面标题 VUE3.0发布计划 为什么要给您分享这个新闻 是因为这两天我看了一个博客 什么博客 咱们往下看 我这做了一个资料 咱们一个一个看 大家请看 尤大神的博客 尤大神这两天更新博客了 什么内容 咱们现在看看 我能把他的博客打开 大家请看 这个就是尤大神的medium的博客 最近是9月30 他发布了一个新的博客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 Planes for the next integration of Vue.js 神秘词 就是说Vue.js 他下一次迭代的计划 今天咱们就来看一下 我打开进入他的博客 这个是medium的博客 medium的博客 好多比较著名的IT人士 都使用medium博客进行发布自己的最新的消息 我也是经常关注博客 好咱们看 他怎么说 他说上一周 在伦敦的Vue的发表会上 他做了一个演讲 然后谈了一下 Vue将来主版本 major版本的发布计划 我看到博客赶紧的给您分享一下 看看他都说了些什么东西 好往下看 这下面说了很多 但是都是英语 这个英语我简单读了一下 因为我这个英文水平也不说特别好 我是一边读一边加Google翻译 大概都能知道他什么意思了 然后我今天就给您做了一个PPT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 咱们看游大神 他在这个博客里都说了些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 我都给您简单的翻译一下 咱们看一下 首先说游大说 这游大说什么 他说我为什么要新的版本 主要版本 major版本 叫做主要版本 好 我给您翻译了 我再给您念一下 大家请看 Vue2.0 恰好在两年前发布了 时间过得真快 在此期间 Vue的核心代码 保留了向后兼容五个小版本 同时 我们指的是游大的团队 我们已经积累了许多的 可以带来改进的想法 但是 就说游大团队 他们为Vue的改进 有很多的想法 ideal 但是这些功能被推迟发布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如果想把这些功能 放到现在的Vue的框架里面去的话 他们会导致 现在咱们大家使用 寄存版本 现行版本的Vue开发 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会要发生很大的变化 开发方式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所以说他们就没有 把他们新的ideal想法进行发布 与此同时 JavaScript的生态系统和语言本身 也在迅速的发展 有很多改进的工具 可以增强我们的工作流程 以及许多的语言新功能 新的语言功能 可以解决Vue试图解决的问题 并提供更加简单 完整和更加有效的解决方案 什么意思 这两年 Java脚本的规范 也在迅速发展 对吧 以前没有的新功能 在这两年的Java脚本的规范中 都有所增加 比如说类 对吧 Note GS也在支持 那么换句话说 如果是用以前的Java脚本 规范开发的话 其实并不符合 现在时代的发展 所以说 尤大的团队 他们想利用Java脚本 最新的规范来进行开发 就这个意思 比如说他们以前 想试图解决的Java脚本 以前老规范 没法实现的功能 新规范也实现了 那么他们干什么 不用新的规范 对吧 好 接下来 令人兴奋的是 我们看到ES2015 最新的Java脚本 这不是最新的 这是前两年的Java脚本 规范 他们说 我们看到ES2015 支持成为 所有榴弹器的标准 现在主流的榴弹器 都支持ES2015 同时 VUE3.0 也想利用这些 新的Java脚本 语言功能 使VUE3.0的核心 今后会更小 更快 更强大 也就是说 VUE3.0 今后要框架 在ES2015之上 这就是说 它为什么要发布 新版本的原因 因为老版本的GS 其实比较勇于 他们想解决一些问题 还必须要自己去实现 但是 在新版本的GS的标准里面 就已经实现了 他们想直接的去使用 所以说 他们根据ES2015的规范 他们准备再开发 一个VUE的新版本 好 那咱们接着往下看 尤大海说 首先是尤大说 接下来 其实是尤大海说 说什么 他说 VUE3.0 具备的改进 都有什么 这个其实就是 他这个博客中写的内容 咱们看一下 The Detail 都改什么 第一个 High Level API 这不叫Label 是吧 我发音有点像日语 High Level API Change 对吧 我这都给您 把它的VUE3.0 所具备的改进 都给您总结出来 咱们就看我的文档就可以 都有什么改变 第一 高级API的改进 第二 原代码架构的变更 第三 观察机制的改进 第四 其他运行时的改进 第五 编译器的改进 最后一个IE11 IE11的支持 IE的版本最新到11 IE版本比11再新的叫什么 叫AGE 是吧 这个是温10所支持版本 但AGE的话 非常非常的 面向平板 对于PC来说 不是很友好 所以说咱们PC拥有最多的 还是Kulom 这是另外的话题 好 咱们就一个个看 看这些改进 都有些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 我把这些个改进 英文放到我的文档当中 同时我为英文 配上一句翻译 咱们一个个看 首先 高级的API改进 什么意思 我下面的翻译式 大家注意看 如果我翻译的不对的话 大家请看上面的英文原文 就是说 除了渲染函数API 和作用域插槽 就是这个slot 因为在VUE的语法里面 有个slot的概念 对吧 插槽 作用域插槽语法之外 的所有内容都将保持不变 换句话说 今后的渲染函数和插槽 slot的语法将会改变 好吧 不过咱们可以通过兼容性的构建 使其兼容 好 接下来 咱们一个个往下看 接下来 原代码结构发生了变化 怎么个变化 大家看我屏幕中间 这红色字的部分 对 也就是说 VUE3.0的核心代码将使用 TypeScript进行开发 太重要了 为什么要用TypeScript 因为 因为以前我也想做过 我也曾经想做TypeScript的教学视频 但是我还没有做 没有实现 但是我知道它的最强大数 最强大数在什么地方 在于 咱们普通的使用Java脚本 是因为Java脚本 开发比较简单 简单的原因 最主要是因为Java脚本是弱类型 而TypeScript 它支持Java脚本的强类型 这样 让编译器更容易理解咱们代码的内容 所以说 在VUE3.0当中 使用TypeScript进行开发 我是完全可以理解 而且我也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咱们大家也应该从现在开始 学习一下TypeScript的开发 甚至说 ES2015的规范 是TypeScript的一个子集 都不为过 好 接下来咱们再往下看 观察机制 这是什么意思 更完整精确 高效和可调式的跟踪API 什么意思 咱们开发VUE 咱们头疼在什么地方 头疼在调试 对吧 那么咱们油大团队 怎么给咱们解决这个问题 浏览器插件 它用浏览器的插件的方式 帮咱们解决VUE的调试功能 那么在3.0当中 这项调试的功能 跟踪API将会加强 同时它写了 更加的完整精确和高效 再接下来 其他运行时的改进 这个它指的是 我给您翻译一下 就是说更小更快 树摇 树摇 这我是根据一个游戏的说法 翻译过来 树摇 TrayShakeable 是吧 叫做树摇功能和代码块 以及门户自定义 这个门户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没太搞明白 其他的我都知道 树摇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 树摇 它是从Angular学来的 它的作用是 让咱们编译后的代码 更加的简洁 代码更加的少 更加的简洁 所以说 它使用树摇的功能 其实Angular已经有了 只不过VUE借鉴过来 同时还自定义渲染器 刚才说了 渲染器的API发生了变化 所以说 它支持新定义的渲染器的API 等它API正式发布时候 我再给您做一套 关于VUE3的视频 好 咱们再往下看 编辑的改进 树摇 还说到树摇 树摇更好的输出 更多的AOT AOT也是Angular概念 使代码块更加的简洁 缩小的代码的生成量 更多的AOT的优化 具有更好错误信息 和原代码图支持的解析器 大家注意 原代码图是个什么概念 看我鼠标 SourceMap 叫做原代码图 原代码图是个什么概念 咱们想在浏览器中 调试Java脚本的程序 那么如果咱们程序出错了 哪行出错的 哪个文件 哪行出错 咱们不知道怎么办 那么就需要用到SourceMap功能 那么他们在编译器的SourceMap功能上 他们做了很多的加强 所以说这个功能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需要 特别对于用浏览器 进行调试的朋友来说 是非常的需要 再接下来 这个字不必说 它支持IE11 一般咱们都知道IE9 是吧 比如说这个Quare 是吧 都知道IE9 今后将知道IE11 同时为VUE2 现在咱们大家用的都是2 用VUE2.x提供 有相同限制的独立版本 也就是说它为了兼容老版本 VUE3它会发现两个版本 同时都支持IE11 但是一个是兼容VUE2 一个是独立的VUE3 这是对的 在过渡阶段中 两个版本都可以提供 然后让咱们系统中 如果使用VUE2的 慢慢慢慢过渡到VUE3 它这个做法 真的是完全是 我是可理解 也是应该这么做 OK 接下来 尤大最后说 你看我这个视频做的 尤大说 尤大还说 下面就是尤大最后说 他说什么 他说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这个我也是 从他这个博客中看来的 咱们往下走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内容 给您翻译了一下 有兴论朋友 可以去看他英文原文 大家请看 How do we get there 接下来我们做什么 做什么呢 我这给您都 这个叫什么 借鉴过来 做什么 大家请看 第一 内部讨论做出原型 现在呢 他们现在正在做 VUE的原型的开发 今天是10月3号 呃 原型开发阶段 几乎完成 不过呢 还属于这个 怎么说的 实验室阶段 那么第二部 他们做什么 大家请看 第二部叫做 public feedback 什么 公众反馈 通过RFC的方式呢 接收新机能的提案 这个没说的吗 一般咱们这个 这个互联网的项目 都是基于这个RFC 进行开发 对吧 好 第三是向后兼容 这个没什么说的 因为他开发的版本 不可能说 像这个蟒蛇一样 我开发完 三 二我不管了 这不可能吧 对吧 他要做到这个向后兼容的考虑 第四 咱们前三项都做完之后 他才会发行alpha版本 关于alpha版本呢 咱们再看看 他的这个博客 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alpha版本 我们呢 将会发行alpha版本 在什么时候 在结束了编译器 和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和服务器端渲染 咱们知道 现在这个VUE2.0 它没有服务器端渲染的功能 它是借助一个第三方库 完成服务器端渲染 现在看起来 3.0就支持服务器端渲染了 对吧 他们在完成这个的基础上 然后呢 才发行alpha版本 这个我完全可理解啊 这样的话 以后的VUE3.0就更加的强大 它不但能客户端渲染 还能服务器端渲染 真的是无所不能啊 有这个感觉 alpha发行完之后 是beta版 然后是第六部 rc版 rc是什么 后補发行版 换句话说 它的内部测试几乎都过了 准备发行了 在发行前 同时在beta版之后 一般都要再发行一个rc版 这所有转件都是差不多 所以说它准备在发行 rc版 发行后補版 之后 大家测试都没有问题的时候 它在做IE11的支持 然后呢 最终发行 这是尤大跟咱们说的最后的话 那么咱们现在也是非常的期待啊 期待什么 期待3.0早一天的到来 那么问题来了 3.0什么时候来 尤大也提了一句 什么时候来 往下看 画重点了 VUE3.0 什么时候能来呢 2019年吧 2019年 它的这个博客中也写了 它预计是2019年 但是呢 它不会说为了这个赶时间 把功能缩水 它希望能够把这个功能测试 更加完善的基础上再发行 所以说 2019年 有可能发行 比如说它内部功能 或者测试呢 就出现重大的问题 可能到2020年也说不定 但是我通过它的博客来看 我认为 2019年至少能够发行到 刚才咱们所说的 RC版 我是这么认为 好 以上就是今天 我给您分享的 关于VUE3.0的所有的内容 有兴趣朋友 可以加一下 我屏幕下方的Discord 咱们一起讨论技术 或讨论一些游戏内容 都是可以 我非常欢迎大家 加入我的社区 咱们一起讨论 好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观看 咱们在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